新盘中的前六个工位是展现独立自我的工位 而后六个工位则代表着我们和他人之间建立了连接 因此六宫作为乘上起下的工位 是我们脱离童年走向社会的窗口 我们在这里开始接受社会的制约 开始与他人磨合和妥协的过程中 接受现实世界的残酷 因此六宫也代表着我们初入社会 接受工作时的初始阶段 比如金星落在六宫的人 在职场上会以一种放松的心态 去面对周遭的人事物 明王星落在六宫的人 则容易在职场上和同事之间产生信任危机 同时六宫也代表了这个新生环境的职业属性 比如目落六宫的人可能会在旅行社工作 月落六宫的人可能会去余额中心上班 而海王星落在六宫的人 则可能在酒吧里任职 另外六宫天然会与三宫之间形成 九十度 所以早期与同伴相处的经验 或没有解决的议题 就可能会重现在与同事的关系中 而六宫的制约性也会带来生活习惯的养成 这种生活习惯也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比如土落六宫的人容易患上关节炎 而火落六宫的人则容易患上高血压 其实说穿了六宫就是把自我缩小放在一个渺小的位置 它代表着我们应当如何学习和服务他人 同时也按指一切服务我们的人事物 比如说家里喂养的家庭和宠物 比如月落六宫的人就容易养到脾气温顺的宠物 而火落六宫的人就容易养到脾气暴躁的宠物 所以六宫就是人生的中长战 它让我们从武功幼稚的神团上跌落 打散社会的标签 重塑更加先进和成熟的自我